昨天南京警方配合山东警方将一名在网上公然叫卖公务员考试题答案的嫌疑男子抓获 昨天下午4点半钟南京古楼区四所村派出所接到山东警方的协查通知 受有一名浙江籍男子杨某赞助在南京滨江花园 该男子在网上叫卖2014年山东公务员考题答案 被山东警方发现经过技术鉴定 杨某的IP地址就在南京城北滨江花园小区里 下午山东警方在南京警方的带领下一举将正在上网的杨某当场抓获 经审讯杨某曾经在2009年因为在网上卖试题和答案被处理过 每卖一人收费2000元左右 这次杨某又干起了老行当 目前南京警方已将杨某移交山东警方处理